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 我国太平岛竟被评为岩礁 将失去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的权利 仲裁结果对我大不利 政府除了重申绝不接受仲裁结果 相关仲裁判断 尤其对太平岛的认定 已经严重损及我南海诸岛 及其相关海域之权利 我们在此郑重表示 我们绝不接受 也主张使仲裁判断 对中华民国不惧法律拘束力 为维护我国主权 原定14日赴南海进行巡异任务的康定集见 也决定提前一天13日就出任务 总统蔡英文将亲自登舰市岛 表您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决心